那这里呢,大家先想这样一个事儿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今天下午打篮球,那当我在说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我这句话是我就是啊,什么都没想完整的直接说出来了吗? 好像啊,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大家在说这样一句话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啊,一点一点去说吧,不是说哎呀,我完整非常快的就把这句话说完,我是先说了我,然后说了我,我说今天,那我说完这两字的时候啊,其实我大脑当中啊,就有这样一个潜意识,我下句话说什么啊,可能我想哎呀,今天我下午打篮球,那我组织下语言吧,边说边进行组织,我说完了我今天,然后再说下午,然后我想, 下午要干什么啊,我说我去打,打什么,打篮球,通过这样一个有逻辑的思路啊,我说完了这样一句话,而不是说,哇,我就直接的说我今天下午打篮球啊,一个就是啊,非常快的,好,好,什么都不想说出来这样一句话,这种情况下啊,出现的可能性不太高吧,通常情况下啊,咱们说话没那么快啊,就像我现在要给大家讲的时候,我肯定是先想我这句话要说什么,我这句话说的时候,我不能让我下句话就断片了吧, 我肯定要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在想呀,我下面要说什么,所以说呢,咱们说的一个语言模型啊,比如说我今天说了这样一句话,那这句话出现的一个概率是多大呢,比如说我指定了一个PS,表示着我现在说的,我今天下午打篮球啊,这样一句话出现的一个概率,那肯定啊,你出现了这样一个概率,咱们它是跟每一个字都相关的吧, 在这里咱们说它是每一个词,我做了这样一个分词,首先呢,它跟我,跟今天,跟下午,跟打,跟篮球都相关吧,咱们给它写成这样一个联合的分布,那我们把它呀,说的更通俗一些,我们再说一句话的时候,对于这样一个联合的分布啊,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转换, 是不是说我第一个词说的是一个我呀,那对于完整的一个句子,它出现的一个概率,是不是跟我第一个词出现的概率有关啊,我用PWE来进行表示,它表示一个我 然后呢,后面啊,我是在我说了我的基础上,我又说了今天吧,注意点啊,就是说,这个今天,嗯,它不是直接说出一个单词,比如说下句话,我可能直接说今天,那但是呢,在我这句话当中,我是先说了 那我又说了今天,所以说对于第二个词,W2这个今天啊,它是一个条件概率吧,就是说,在我说了一个第一个词是我的基础上,我在下面接了一个今天啊,这是另一个概率 那第三个概率值呢,下午,那这个下午在什么样情况下出现的,在我说了我今天这两个词下面,我又接了一个下午,所以说,这里呢,这个PW3啊,它是在这个W1和W2出现的基础上 我又算了一下,下一个词,出现W3的一个概率 那就按照咱们这样一个逻辑啊,以此类推,对于一个篮球来说,是不是我要算一下,前面说,我今天下午打的一个概率 然后呢,下面一个词,又接上一个篮球,算这样的一个概率值啊 也就是说呢,咱们的一个语言模型啊,它是帮咱们用来计算,一个句子啊,它出现一个概率的一个模型的 在这里啊,通常情况下,我们把它转成一种条件概率 也就是说,每一个词出现啊,都跟前面的一个词,它是有关系的 每一个词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它要跟你前面说出来这样一句话啊,给它融合进来之内的 那我们就来想这样一个问题了啊,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定义的啊 你说的每一个,每一句话,它当中的一个词,都跟之前所有的词有关 那比如说,我现在说一个非常长的一句话吧 嗯,咱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讲这个语言模型,以及自然语言处理 说这么长一句话啊,它这个词,哎呀,这么一长一句的,它是不是太长了 那假设说我最后一个词,处理,比如说自然语言处理啊,自然语言是一个东西 处理又是一个东西,那这个处理跟什么相关 处理啊,跟前面所有的词都相关吧 那在这里啊,我们来想一想 嗯,假设我算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处理 它是不是跟前面所有词都相关啊 那我该怎么算啊,我先算一下,嗯,就是咱们这,嗯,就是啊,咱们这句话出现的一个概率 就是,把这个词加上啊,我们现在,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一句话 加上最后自然语言处理,我们来看,wi最后的处理加进来了吧 用它出现的一个,比如说啊,在咱们这里,咱们可以指定一个出现的次数 出现次数,然后笔上呢,在咱们妹说处理的时候 只说了自然语言,自然语言,然后这句话 它出现在咱们所有的训练数据集当中 它出现的一个次数 那最终啊,这个语言模型,它一个概率什么 它的一个概率就是说 你最后一个词加上处理,和最后一个词 没加处理,加上其他所有词啊 它的一个比值是什么样 那这样的一个计算量,咱们来想一想 首先,它的一个计算量是特别大的吧 那对于这么大的一个计算量来说啊 它会导致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呢,比如说 咱们数据过于西数 因为啊,咱每个词都要考虑前面很多很多词啊 那前面有很多词组合在一起的东西啊 它出现的概率并不是很高吧 比如说,我今天下午打 那和我今天,或者说和我相比 那你组合到一起的词越多 它的数据,它的模型是越稀疏的吧 并且呢,这个稀疏的空间是过于稀疏了吧 因为有些词啊,给它组合在一起 出现次数很小很小吧 所以说啊,咱们的数据啊 它过于西数 那我们来想一想 跟数据组合在一起的什么 跟数据组合在一起的是咱们的一个参数 数据这么西数了 参数的模型空间会很大吧 所以说呢,会导致这样两个问题 一个是啊,咱们数据过于西数 一个是呢,咱们参数空间啊,过大了